1700新聞大白話 各國央行紛紛的宣布降息 最近我國在金融界分析看來 很可能會在週四的時候 宣布降息幅度超過一碼 如此這個情況的話 還是保守的退休組 在銀行幾乎是零利率的時代 很難靠利息收取微薄的收入 投資平台就建議改為 改用利便息的便息的年金 而原本資金適合進場股市嗎 專家建議等這一波的股市拉回 股利率超過了5%的情況之下 有機會低點進場金融股5G等相關 那未來如果央行降息的話 那當然他的存款利息收入 會越來越高 從天線率連14季 在1.375%的央行 現在很可能與週四宣布降息 入降一馬 將追過金融海嘯那時 歷史低點 保守理財的退休族們 銀行存錢定存四百萬來看 本來利息就不高 現在又虧一年還得再看一萬 現在手上有一筆資金的人 然後銀行定存的利率 其實又貼近一 接近零 以利息為先的這個 退休出來說影響性蠻大的 所以建議他們可以透過這個 保守型的資產 像是利便型的年金啊 現階段若有小筆資金 建議先別貿然投資 倘若在百萬以內 能計畫存到各銀行的數位戶頭 像遠東有2.6%活出利率 聯邦2% 王道1.68% 台薪理查1% 除此之外 有貸款規劃能考慮利率降低時 買車買房 你現在的生活狀況已經很穩定了 我會建議你就是趁著現在的 這個低利率的一個時候 多去看看一些房地產 以20年貸款 原先首購利率1.56% 每個月得支出4萬8千6 若央行降期兩碼 利率會變1.06 每個月負擔省2000多 一年下來最少省近3萬 大環境 系統性的風險存在 所以這個時候冒然的 去介入任何的投資 可能也會冒著很大的一個風險 或評估等股市這波拉回 屆市金融股 5G相關類股等股息 股利率都超過5% 相較銀行優惠更多 前提下等市場穩定 在低點找到好買點 DBS新聞陽晴 柏林瑞 台北報導 我們現場邀請了權威 這個財經非常權威的專家 馬開老師 你好 老師非常好 老師 我們的股市 這個美股 經過聯準會降息了 相當的罕見 大家想說都已經降息4 可是這股市不只跌 而且還跌破了紀錄 跌得更慘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聯準會的降息 沒有受到效果 是可以預想 為什麼 因為通常聯準會降息 是在經濟的情況 開始發生惡化的時候 而這次聯準會 不但降息的幅度很大 而且是提前降息 這就表示 聯準會已經發現 美國經濟的表現 很讓人悲觀 而這個悲觀的這個程度 已經到了非緊急投藥不可的地步 所以當他這樣的行動 真正發生的時候 它其實產生一個很強烈的宣告效果 就是讓美國的人心更加的恐懼 更加的浮動 所以在這個時候 除非我們看到 疫情因此被壓制住了 或者股市開始穩住了 這個恐慌心理 才會開始慢慢的降低 但是如果當它降息之後 股市反而下降得更快 那就表示大家的恐慌 不是沒有道理 而這樣的一個被證實的恐慌 就會使得股市下降得更快 老師 那像大家有在討論說 聯準會降息四馬 有人覺得說 可能聯準會看到了什麼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那到底他看到了什麼 其實應該這樣說 美國目前的股市跟經濟 跟這個新冠肺炎的這個疫情 是緊緊的綁在一起 而在過去大家不以為意 因為從川普總統開始 每個人都覺得好像這個疫情 並不是那麼嚴重的 好像只有中國會發生 其他國家都可以幸免於難 但是目前看起來就是 當新冠肺炎的這個病毒 開始向歐洲 向美國擴散的時候 才發現好像這個情況 沒有停在大陸 已經到了大陸之外 而且它的發展的這個腳步 比大家想像的更快 而美國 因為過去大家都掉以慶心 都沒有任何防疫的觀念 所以事實上很可能 已經有很多人已經被感染 但是沒有發現出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美國的新增確診人數 每一天都在快速增加的話 那就表示 美國的大爆發 比現在看到的情況要嚴重很多 而這樣大爆發 它會有幾個影響 一個影響就是 有很多工廠 可能會因此而封閉停工 另外就是 很可能很多消費者 會發現他不敢出去消費了 他盡量躲在家裡 很多投資者 他會覺得這個疫情 如果繼續擴散的話 有可能會使得將來的投資 會發生損失 所以現在就等於是 大家都把他的投資 消費的這種行為都停止 而這個停止本身 對經濟是很大的傷害 所以他等於是這兩者 互相應證 互相加強 老師 你剛剛特別講到 川普的態度 其實他一開始的時候 還在跟大家講說 這個WHO宣布的3.4%的致死率 死亡率 他覺得是假的 數字過高了 應該是1% 當時大家講說 你1%你是怎麼抓的 怎麼會用抓的這種感覺 後來改口了 在3月16號他說 這一波疫情可能持續到8月 比我們想像中還更久 一般我們都覺得 大概是5 6月 5 6月 但是他一開口就是8月 甚至可能會更久 那情況很糟糕 他說美國可能正陷入了 經濟衰退 這在一個說 你覺得對經濟 尤其美國的影響會是什麼 首先當總統說 經濟要衰退的話 這個事情會比聯準會降息 還更加嚴重 對不對 所以你說聯準會的降世馬 已經是一個傷害了 總統開口講這個 又是另外一個更大的傷害 聯準會降世馬只是猜測 就是我們猜測 聯準會降世馬的目的 是為了防止衰退 當總統說經濟可能衰退的時候 那就表示 這個經濟衰退的風險 已經相當明確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會對經濟有更大的殺傷力 這一切都取決於他的疫情的控制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美國事實上 他一般人完全沒有做好任何準備 所以疫情的控制應該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除了我們現在看到的 美國東外西岸大爆發之外 這個大爆發可能不但在東西岸 可能會向內部擴散 當他的擴散 達到一個讓人非常恐怖的狀態的時候 他這個經濟大概就完全無法挽回了 其實大家現在非常擔心 川普另外一個這個PO文 也就非常有趣了 他今天PO文他講Chinese virus 他連武漢Virus他都不講 大家一講說 要把他證明是新冠肺炎 可是川普講的Chinese virus 就有一些效應 大家會擔心會仇恨 另外一個就是病毒之爭 美國有一個大數據的專家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截圖 病毒株的截圖 他這個圖非常的有趣 這個是美國的病毒株截圖 這個截圖非常有趣 這是旅美的台灣AI科學家林青勇 他用大數據 他在IBM工作了17年 所以他是大數據方面 非常權威專家 他從病毒株全球 大概已經有好幾個 這也是這個病毒很特別的地方 他只要落地之後 他就開始會演變成另外一種 而且有時候可能比原始的病毒株 更凶狠的病毒株 這個地方密度最高的 這個就是中國 其他的像散開的主要是歐洲 像這幾個都是歐洲 他們說歐洲會像是煙花效果 這樣噴發 最主要是因為歐洲 他們很多小國 他們邊界也沒有設防 所以歐洲的病毒株 就會散發出去 另外一株更強的直接的 就是在美國的華盛頓 所以在當地 其實他們很多人是群聚的 他說一開始 最開始就是在中國 後來就有兩株 一個到歐洲 一個到美國 後來都變得非常兇 但是美國 我們看到回到圖卡的部分 就變成說中國跟美國 他們會互相的指控 上禮拜大家看到 這美國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趙立堅他就指控了 他說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武漢 美國你要透明 你要公開數據 美國欠給我們一個解釋 現在連今天最新的狀況 就是五角大廈 居然有多達37個人確診 當然因為他員工很多 他2.2萬人 如果說用員工數去推算 37人好像也不是特多 但是因為五角大廈 大家很敏感 如果說多達了37個人確診 這部分會讓大家很驚訝 當然說這種說法到底會不會 會對我們的經濟 或者世界的局勢 會有什麼的影響嗎 兩個國家互相在指控 我想這兩個國家的指控 是因為這件事情 它禍及全球 所以最後當然大家都會 譴責罪回禍首 所以中國大陸他不願意承擔 這個罪回禍首的惡名 所以他必須要找到一個 另外一個可以承擔的人 所以他就想辦法把這個 轉到美國身上 而這件事情我認為到最後 只有像剛才這個方式 就是分析病毒株 因為病毒株它的分析 有點像基因分析一樣 就是它可以根據它最先的狀態 以及後面的後續狀態 一直往下延伸 所以如果到最後 美國的這個疫情慢慢明朗 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案例的話 也許那個時候分析病毒株 就可以知道到底這個病毒株 是它原生的 還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這個時候這個罪責就可以澄清 不過目前我想大概是停留在 各出各化的階段 據說是對於美國的影響 我們剛看到這個五角大廈 五角大廈它現在雖然只有 三十幾個人確診 但是你首先要問清楚就是 到底它有多少人受過檢測 因為美國事實上在過去不檢測的 因為檢測的費用非常的昂貴 所以一般人都根本就 想都沒有想過要檢測 我們之前不是看到一個例子 一個台灣旅行團從土耳其回來 結果六個人確診 五個人確診 今天累積到九個人 可是土耳其它自己的統計 全國只有五個人確診 這個太扯了 那表示什麼 表示它的整個國家 其實都沒有經過任何的檢測 所以到處可能都已經是感染的人 但是沒人知道 這個情況 我認為在歐洲事實上也是如此 而美國可能也發生了 所以現在要看的是 等到他們全國都開始有意識的 去進行檢測了 那個時候那個確診案例 應該會是一次大爆發 但是必須要經過那個階段之後 他們才會有效控制疫情 目前我覺得美國 還沒有進到這個階段 還有一個事情 現在G7在開會 我們看到安倍G7的這張截圖 可以看到 他們現在開會 就乾脆是用視訊的方式 這個視訊的方式 視訊的方式 對 這張照片 這位是日本首相 這是首相府 川普發出來的這個照片裡面 他透過視訊的方式 跟他視訊的都是大咖 不是Nobody 是大咖中的大咖 川普 這張照片裡面 大家熟悉的 就是他常常出現在 這個新聞片段 通常都是照片 拍戰情室 就是這一個 這是梅克爾 這是馬克宏 這個照片錯誤了 這個不是 這個是馬 這個應該是馬克宏 下面那個不是 那個應該是杜魯道 這個是杜魯道 我在猜這應該是他家 因為杜魯道 現在不是被隔離 因為他老婆確診了 這是英國首相強森 這個是羅馬的總理 總之 這個7個國家裡面 他們現在用視訊開會 大家最關注的就是日本 就是他東京奧運 到底要不要繼續辦 首相的意思是說 他跟其他的國家領袖 開完會之後 大家有一個共識 要透過這樣的運動 甚至要證明說 我們人類可以對抗病毒 那到底能不能辦下去 我覺得現在 很大的一個問號 因為7月以下就會到了